大家好 11月14号礼拜天 现在下午14点38分啊 当然是2021年啊 还有一个半月哈 就明年了哈 就2022了 哎呦真快啊 又有粉丝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啊 跟我交流啊 他说呀和北京坎爷聊聊 坎爷您好 最近接触了您的油管频道 觉得呢您接地气实在 也愿意听别人的故事和看法 愿您在国外生活愉快 频道越做越好 谢谢您啊 谢谢您急言了 谢谢谢谢 这个最近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给我发信息说 他被公安传唤了 他在广东啊 不说哪个地儿了啊 广东某地 到了派出所 人家问他 你有啥犯罪行为吗 我的朋友想了半天说 我有时候用VPN 有时候用VPN浏览 国外的网站 他还不像我经常看油管的频道 他也就是用什么这个 Message啊 Facebook啊 IN S这些东西啊 看看别人的动态 他做进出口贸易的 所以工作当中呢 接触了不少的老外 因为要在对方那下单 还要联系物流 所以用国外的社交软件比较多 主要是联络业务 然后他还交代了 很久以前他看过PORN 公安翻看了他的手机 确认了那些社交软件 接着批评了他 告诉他翻墙是违法 让他写了保证书和检讨书 签字画押 并说可能随时传唤他 就让他回去了 我朋友呢 对这次进局子 就是啊 进到公安局啊 派出所 其实就是喝茶 对这次进局子的经历 很后怕 找我诉苦 我仔细想了一下 觉得用VPN的人 用VPN的人多了 多了去了 为啥会找他呢 难道说他被盯上了 还是有谁被抓了 点炮了他 打麻将不点炮吗 点炮在这就指的是举报 或者是招供 或者是告密啊 警察要落实证据吗 之前在油管看到了 有人用VPN 然后就被传唤写保证书的例子 还有罚款的也有罚款的北京有一小孩啊到境外到那个台湾那边去骂一个所谓的台独也是做油管的 然后他还要举报人家结果他这属于自投罗网就在北京市海淀区双鱼树派出所罚了他两千还是三千反正罚点钱啊 那么本人不是特别相信啊他不相信是被别人给招供出来的连累出来的因为我翻墙这么多年也没事啊 不知道这回我朋友的经历到底是怎么回事 希望坎爷给分析一下 这我也不太清楚他怎么就会有这问题是吧 各种可能都有 也许他自己不小心被人发现了还是怎么回事 如果真是的话 一旦用了VPN就有很大的几率被传唤甚至罚款拘留那就太恐怖了或者这个社会如果随着技术的发展他有可能变成这种超级信息监控警察国家的可能和潜能 本来也是检警察国家呀密探国家告密国家对吧 这都是令人极度恐惧的切身发生在我身边的事令我不寒而栗 还好我正在弄出国的事啊 他跟我说他要出国干嘛了啊 我就不说太具体了 他正在弄出国的事 如果快的话可能很快啊 这个我就要离开了离开了当然就不想再回去了 是吧 这个强国吗 强国不是强大的强而是有一堵强的强 强国是吧 我一直以为只要在国内不影响别人悄悄的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是可以被允许的 当然我知道这样有些自私 但考虑到国内的氛围 这种选择 其实是我被啊 我们这一辈大多数人的处事态度 犬儒主义 犬儒主义 没办法呀 你也不能影响别人呀 或者你跟别人一交流 你可能就被抓了 对吧 你这搞串联 这很危险的 对吧 你自己明白就行了 不要跟别人太多交流 是吧 我可不像有的人啊 难道我们连这点自由都没有了吗 啊 他说他那朋友 是吧 也也对政治可能没什么兴趣 就是跟外国人做生意 我周围有两个这种人呢 一个是做这个建筑方面设计师的 一个是在影视圈混点事的 他们上外网 也都是因为这个要跟国际接轨 要做生意 要不要被人家拉得太远 学习人家先进的东西 当然他们在政治上也有一点诉求 也是对中国的贪污腐败呀 权力高度集中啊 很多事瞒着啊 遮掩着不满意 这是肯定的 那么就是跟侃爷分享一下我的困惑啊 是这个 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我也有很多负面情绪 就是烦躁 愤怒 压抑 恐惧 啊 觉得不踏实 不安全 到了国外好多了啊 也希望您 顺顺利利的 尽快的离开中国 是吧 到一个自由世界吧 呃 看看过去那些老电影 我们就明白了 什么阳城暗哨什么的 是吧 什么啊 黑三角 就我们那年代那些老电影 啊 过去还老觉得人家 是吧 是要来颠覆你的 派特务来骚扰你的 搜集情报的 啊 我们早晚要解放台湾人民 是吧 这个香港是资本主义的 纸醉金迷的 这个声色全马的 但实际上 甭管是香港 还是台湾 还是日本 美国 欧洲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是吧 你看看人家所享受的那些东西 包括韩国 是吧 就连某些伊斯兰国家 可能都比中国 都有秩序 中国是又脏又乱 老百姓随时随地 被剥夺权力 包括你的财产 是吧 最近我昨天吧 做两个节目 啊 就有两个人存款上千万 没了 不翼而飞 你去打官司 你还打不赢 这难道不可怕吗 是吧 你们家的房子 啊 有的时候好像有两个江西的是哪的 兄弟俩 回趟老家 给那个祖先上个坟吧 清明左右 回来那房子就被拆了 就连商谈都没商谈 讨价还价都没有 回来就被移为平地 对于 我还没人 对于 我都没有选择 付出 回来他